今天在菜场看到一个好东西 做尾巴加微卜啊 这个怎么卖的老板 色无啊 色无一斤 你把这个这根给我来 回去胡烧烧应该好吃的 31块5 包剁一下 31块 这个尾巴跟那个成熟时间都差不多的是吧 这个是好货 不太容易碰到 大家我是老田 走菜场的时候看到有一根这个尾巴上面带一截那个尾骨 就是长长的 我老婆其实很喜欢吃这种尾巴的 但是不太好买 有的时候啊 今天看到了我们就买一根回去 红烧或者是家里土豆一起烧 家里土豆也有配菜也有啊 我们别的菜就不买了 尾巴加上面一根尾骨 我们先用水啊给它多浸泡一会儿 让它血水泡出来 泡进血水以后呢 我们冷水下锅焯水 这个尾巴属于活肉 所以说它口感相对来说好很多的 放一点葱姜 黄酒 准备了土豆 胡萝卜 我们给它冲洗一下 表面全是这个泥 接这个猪尾骨啊 我们用土豆胡萝卜一起炖 这个好像是不是很黄啊 纯黄心才好吃 胡萝卜的皮啊 我们也给它削一下 我自己吃啊 我平时就不削皮了 直接就切块炖就行了 我老婆说皮在上面不喜欢吃 再一起给它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锅里水开以后上面一层这个浮沫 我们要及时给它打掉 不打掉以后它腥味出不来 会被煮进这个漏里面去了啊 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 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 这么大的这个尾巴 这个猪应该挺大的 今天的菜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猪尾骨 炖土豆胡萝卜 番茄呢 我们烧个蛋汤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炖的量有点多嘛 就不烧多的菜了 然后料头就准备葱姜 八角瓜皮香叶 放几个干辣椒就行 然后把这个小葱给它打成葱结 我们先把这个猪尾骨给它炖上 锅烧热以后呢 我们少加一丁点油 把这个锅给它润一润以后呢 改成小火 现在准备一点冰糖 炒个糖色要 炒糖色一定要用这种小火 火一大盒炒不掉的容易 锅里慢慢变颜色的就开始注意了啊 早不早的泡泡起来以后呢 放入猪尾骨 立马给它翻炒起来 把这个糖色裹上去 掉了一段 接着把这个火呢 给它开稍微大一点 继续煸炒 把这个围骨上面的水汽炒干以后呢 这个香味才更香 上色炒干水分就行了 加一点这个黄酒 继续给它煸炒一下 再来加一点这个生抽 来一点点老抽上颜色 老抽不要多啊 多了就发黑 再来一勺这个黄豆酱 再次给它煸炒 上颜色 这个酱料啊 全部放进去以后 香味立马越来越浓了 大家看到吗 这个时候就很诱人了 我们直接给它放啤酒 我家里就这一罐啤酒了不够 所以说我再添一点水 大家也可以全部放啤酒啊 没过食材 把前面准备好的料头 全部给它放进来 来上一勺多的盐 糖还要再来一些 因为炒糖色的那个冰糖 它是不甜的 胡椒粉 我们给它大火烧开 然后改成小火炖40分钟前 土豆给它切一下 我们直接切滚刀块 切好的土豆放到这个盆里面 给它泡起一下 防止它氧化变黑 胡萝卜也是一样啊 切成滚刀块 最后再把这个番茄给它切一下 怎么切都行啊 我喜欢切成这种小丁 香味已经整个出来了啊 差不多把这个葱姜料头给它剪掉 然后把这个土豆胡萝卜给它放进去 这个放进去以后继续再炖 这个汤汁啊 再把这个胡萝卜和土豆炖的差不多 汤汁也少好多了 盖上锅盖 我们再炖20分钟 锅里少放一点点油 润一下这个锅 准备两个鸡蛋给它打散 在油热以后呢 我们先放一半 半个鸡蛋在锅里煎一下 待会烧出来的汤呢 颜色更加浓一些 番茄放进去 这个油温烧得太高了 就是这样 把这个番茄醋炒出来 烧出来的汤呢 红红的 然后开始加水 水开以后呢 把剩下来的一半蛋液 这样淋在锅里面 淋进去以后先不要冻它 冻它 蛋花就散掉了 来放点盐 汤一定要淡啊 搁点胡椒粉 来点这个香麻油 这个汤就算好了 我们直接出锅 出锅了 有香菜 放点香菜 喜欢吃葱的呢 放点小红花 就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汤汁越炖越浓哦 这个菜差不多把这个汤汁收干了 才好吃啊 红亮红亮的 也可以给它放到砂锅里 一边保温一边吃 这个颜色烧的还可以啊 吃尾巴 他们要吃红烧的 这是纯红烧的 我老我是很爱吃这个猪尾巴的 来 俺是这么厚的 我许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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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